大家好,我是当当 这一集我们来学习这一款小鞋子 那这款鞋子呢 在这个鞋头部分我们加了这样一个花边 然后呢它这个扣子呢是一个小珍珠 用这个小花呢当这个扣眼 成品效果呢就是这个样子 比较适合女宝宝来穿 我们用到的工具呢是 3.0毫米的勾针 或者这个型号左右的都可以 然后一根这样的手缝针 新手朋友呢我们再准备几颗机号扣 那这个呢还需要一个珍珠 首先呢我们要根据前面的胶层 把这个鞋底呢跟勾好 这个鞋底呢就是通用型的鞋底 勾好这个鞋底之后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鞋子 我们拿出勾好的鞋底 鞋身的第一圈我们来勾长针 我给大家指一下我们下针的地方 大家来看一下 每一个辫子呢都是由两根线来组成的 我们在鞋身针第一圈的时候呢 只挑起靠里的这一根线 就是我大头针挑起的这一根线 只挑起这一根线来勾 这样勾出来呢 这个鞋底跟鞋身呢就有这样一条楞 就更加好看一些 我们勾长针 首先呢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接下来开始勾 在第一个辫子里注意 下针的地方 挑起一根线 我们先勾两针长针 勾完这两个长针之后呢 进行一次长针的剪针 大家呢看我示范剪针的方法 勾针绕线 从辫子里插入 绕线出来 勾针上三个线圈 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勾针上面呢 现在还有两个线圈 不管它 继续绕线 从下一个辫子里插入 绕线出来 绕线穿过两个线圈 然后再绕线 一次性拉过三个线圈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次长针的剪针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勾长针 我们就这样 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都勾一个长针 不加不减的这样 往前面勾 勾到哪呢 咱往这边数一下 1 2 3 4 勾到第四针这里 咱们现在呢 可以在这儿呢 做一个小记号 我们勾到这里呢 要在这个地方 再进行一次长针的剪针 那中间的地方呢 我们就是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我呢 再给大家示范两针 看清楚下针的位置就可以 还有就是这个斜针 在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适当地勾得紧一些 这样这个鞋子呢 更合脚 那咱们就是这样 一直勾到记号扣 前面这一针这里 现在呢 勾到了记号扣这里 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在做记号这个地方呢 再进行一次长针的剪针 绕过两个线圈 再绕线 从下一个辫子里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绕过两个线圈 再一次性 绕过三个线圈 接下来勾两个长针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勾的第一个长针 它上面这个辫子里面呢 引拔 这个地方呢 刚才忘做记号了 大家能找到吧 看这个是一个长针的剪针是吧 我们从这儿往后数 一二 第二个辫子 第二个长针 这上面的这个辫子里面 也就是 勾到第一个长针 这上面的辫子里面 做一个记号 不是做一个引拔针 然后呢 抽紧 这样呢 第一圈就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 我们在斜头的地方 要进行减针 鞋头呢 我们是 留出二十针 作为鞋头 大家呢 把这个鞋子 从鞋底的中缝处这样 对折一下 我们数十对 就是数二十针出来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数十针 这个地方呢 也做一个记号吧 我们相当于做两个记号 现在呢 把它展开来 展开了 我们看一下 主要就是看 刚才我们在对折的时候呢 有没有折歪 就是看 这两个记号扣呢 是否在一条水平线上 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呢 左边的这个记号 这个鞋子 左边的这个记号扣保留 右边的这个呢 就可以取掉了 这个没有用了 单留下 左边这个就行了 把钩针呢 放进去 第二圈呢 我们也是勾长针 在斜尾的地方呢 进行减针 首先呢 立三个辫子针 从第二圈开始 我们挑起的 就是这一整个辫子了 勾第一个长针 勾完这个长针之后呢 在这个长针 它形成的 这个辫子里面呢 咱们做一个记号 以免到最后呢 找不到这个引拔的地方了 勾完一针之后呢 现在呢 我们进行一次 长针的减针 减针的方法呢 和刚才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 我们就在每一个辫子里面 勾一个长针 一直勾到记号扣 前面这一个辫子这里 我呢 给大家做示范 勾两针 就这样 一直勾到记号扣 前面这里 好 现在呢 我们勾到了记号扣这里 把这个记号扣呢 取下来 我们开始进行 斜头部分的减针 减针的规律呢 是这样的 我们呢 先进行一次 长针的减针 然后再勾一个 正常的长针 再进行一次 长针的减针 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那这样呢 就是隔一 减一 这样的规律 我们一共呢 减七次 大家看我示范 好 这样呢 剪了一次 在 这个减针 它形成了这个辫子上面呢 我们做一个记号 接下来是一个正常的长针 再剪一次 大家数好 这是第二次了 第二个 接下来是一个正常的长针 下面 第三次 一个正常的长针 一个正常的长针 四次 一个正常的长针 下来是一个正常的长针 下面 下面 第六次 一个正常的长针 七次 七次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剪了七次 现在呢 咱们回过头来数一下 大家看 仔细看一下 我们每一个长针 我们每一个长针的减针呢 它形成的都是一个到V字形的 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对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长针 勾到哪里呢 勾到 从这个 最后这个辫子这儿往回数 一 二 三 把这个倒数第四个 把这个倒数第四个 勾一个长针勾完 然后呢 从倒数第三个开始 我们就要进行长针的减针了 好 我给大家呢 示范两针 就是勾 不加不减的长针就好 好 这样呢 大家呢 勾到 这个位置 现在呢 还有三针了 我们 要进行一次长针的减针 最后这一个辫子这里呢 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现在呢 我们在做记号这个地方 引拔 结束 第二圈 拉紧一下 第二圈完成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呢 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我们在 斜尾部 先勾 短针 一直勾到哪里呢 大家看 这个记号扣 记号扣往前数 一 二 三 勾到 第三针这里 然后呢 记号扣前面的这两针这里呢 我们勾中长针 接下来就开始勾 锡头部分了 勾短针 我们呢 要立一个辫子针 第三圈呢 到尾部 不用进行收针 在第一针 它形成的这个辫子上面呢 我们做一个记号 我们就是这样 在每一个辫子里面 都勾一个短针 一直呢 勾到记号扣前面 第三针这里 我们勾到了记号扣 前面这两针这里 这个里面呢 我们勾两个中长针 大家看我示范 勾针绕线 辫子里插入 绕线出来 一次性拉过三个线圈 再勾一个中长针 咱们勾这两个中长针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进行过渡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斜头部分 斜头部分呢 我们要勾长针 规律呢 也是隔一 减一 我们一共呢 减五次 大家呢 看我示范 先进行 长针的减针 在这个上面呢 做一个记号 然后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底次了 顶个正常的长针 接下来开始剪第三次 下面呢 第四次 好 接下来第五次 剪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 再数一下 尤其是新手朋友呢 咱们再确定一遍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下面呢 我们勾两个 中长针 一 二 勾两个中长针 接下来就一直勾短针 咱们就这样 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短针 一直勾到最后一针这里 现在呢 我们在做记号的这个地方 引拔 紧束这一圈 这个是 第三圈勾完之后的样子 现在呢 我们开始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 它的勾法是 我们在 写字的尾部呢 勾短针 一直勾到 记号扣 前面这一针这里 记号扣前面的这一针呢 我们勾一个 中长针 接下来呢 开始勾 斜头的地方 大家呢 看我示范 立一个辫子 然后开始勾 短针 就这样 在每一个辫子里面 勾一个短针 一直勾到 勾到这一针这里 把记号扣前面这一针这呢 控出来 到记号扣前面这一针这里呢 我们勾一个中长针 就是进行过渡的 接下来呢 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勾两个长针 就是进行长针的加针 一个 两个 我们第四圈这样勾呢 是为了 为一会儿呢 我们勾这个花边做准备的 勾了两个长针的加针 然后呢 我们跳过一个辫子 在下面这个辫子里面呢 也勾两个长针 一个 两个 接下来呢 我们 隔一个辫子 在下面这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长针 然后再 紧接着这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长针 好 下面呢 我们 隔一针 跳过一针 在下面这个辫子里面呢 勾 我们要 在这个辫子里面呢 要勾两个长针 我这个线呢 不够用了 所以我要进行接线 大家看 勾针绕一次线 从这个辫子里插入 然后呢 我要把 要换的这根线呢 放在勾针上方 这样拉出来 那关于接线的方法呢 我专门录制了一集的视频 在第13集 大家遇到线头呢 可以先去看一下 那一集的视频 那这两个线头呢 把它放在勾针的上方 边勾呢 边藏起来 勾了两个长针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再跳过一个辫子 在下面这个辫子里面呢 也勾两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两个 好 这样呢 斜头部分 我们就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规律 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个规律呢 到时候 我们呢 就 在下一只钩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按照这个规律来 这个斜头呢 我们是 在这个辫子里面呢 先勾了两个长针 这个呢 也叫长针的加针 然后隔一针 再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隔一针 勾两个正常的长针 然后接下来 隔一针 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隔一针 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这样来勾的 它基本上呢 是位于中间的位置 偏的 也不会偏很多 这样 接下来 我们勾一个中长针 就是进行过渡的 下面呢 我们就勾短针 那这两根线呢 我藏了这几次了 差不多了 那这两根线呢 就可以用剪刀 把它剪掉了 这样藏线呢 在正面是没有痕迹的 大家呢 不用担心 可能就是方法 稍微的麻烦一点 就这样 一直勾短针 咱们呢 勾到最后一针这里 把这一圈勾完之后呢 在第一个短针 它 这个辫子上面呢 我们引拔结束 那新手朋友 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我们可以 每一次在勾 第一针的时候呢 都在 第一针形成辫子上面 做一个记号 好 这样呢 四圈呢 就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开始勾第五圈 第五圈呢 我们就要勾这个鞋带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勾出来呢 是左脚的鞋子 这个呢 是右脚的鞋子 第五圈 这个鞋带的勾法呢 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这个鞋带的方法 方向不一样 现在呢 我大致的给大家 先讲一下 我们第五圈呢 勾的 就是勾一圈 不加不减的短针 全部勾短针 如果我们要勾 想一下 如果要勾 右脚的鞋子 那我们就是 勾短针 勾到 这边 勾到这儿 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我们就开始勾鞋带 勾完鞋带之后呢 继续勾短针 到结束 如果我们要勾 左边的鞋子的话 那我们就是 勾不加不减的短针 一直勾到 这个鞋子的右边 然后开始勾鞋带 勾完之后呢 继续勾短针 勾到最后 现在呢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勾右边的鞋子 立一个辫子针 勾一个短针 大家呢 可以在这个上面呢 做一个记号 这个是我们最后 引拔的位置 咱们一直勾短针 勾到了一个 比较合适的位置 还有就是 大家注意 咱们这个鞋带呢 它是比较宽一些的 大概呢 能占三针 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在 勾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鞋带呢 大家这样比一下 看看 大概在什么位置 合适 一般呢 是在中间 靠 鞋头一点 当然 靠鞋尾一点也行 就是看自己喜好 再勾几针 我们边勾边看 觉得可以了 那现在呢 我开始勾鞋带 这个鞋带呢 我们是勾了 三根 然后呢 用变辫子的方法呢 把它变在一起了 现在咱们开始 勾第一根 我们就勾这样 变子针 那具体变子针的 这个针数呢 是没有规定的 大家呢 边勾 我们边比一下 大致勾个 十七针左右吧 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这个比的时候呢 一定要长一点 因为咱们一会儿不是还要变那个麻花辫吗 我勾了几针了 我勾了几针了 四 六 八 十 十一 让我比一下 让我比一下 看 就是比它一定要长一点 嗯 觉得差不多了 然后呢 再往上面立一个辫子 立一个辫子之后呢 我们回到倒数第二个辫子这里面 勾短针 接下来我们在每一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勾一个短针 每一个辫子 这个辫子不都是两根线吗 看这个辫子 咱们从这个两根线呢 挑起这一根线 插入 好 大家呢 往下面勾 我们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都勾一个短针 我们在每一个辫子里面 都勾一个短针 这样勾完了 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在 下一个辫子里面 这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引拔针 这个引拔针呢 不用抽紧 接下来呢 按照同样的方法 我们勾第二个鞋带 有第二根这样的带子 一模一样的 大家记住 我们这个勾的时候呢 勾了几针 或者大家呢 如果没有记的话呢 我们就 大概呢 勾这样一个长度 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勾到合适的长度之后呢 按住 按住 这一样的顺碍 这一样的困层 地面试的